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走到角落里大哭了一顿 他知道这意思是爸爸即将离开他们了 那天晚上他就梦到了爸爸 爸爸告诉他说 小红小红你别好难过 爸爸只是累了 爸爸需要到另外一个地方休息 爸爸会在那个世界等你 你要好好的照顾妈妈和妹妹哦 小红哭着答应了爸爸 小红醒来以后 看着妹妹 他知道他要负起一些责任来 所以当他带着妹妹来到了医院 看爸爸的时候 他鼓起了勇气 走到了爸爸的身边 他不再惧怕死亡 他告诉爸爸说 爸爸爸爸你好好休息吧 我会好好的照顾妹妹和妈妈的 这就是小红的故事 死亡是没有办法避免的 所以我们也没有办法避免 我们所爱的人因为死亡而离开我们 那么我们到底要如何面对死亡呢 其实这个问题在文学里是有答案的 我们这一门课 当文学遇上死亡 生死学观照下的古今散文 就是要带领大家一起来阅读这些篇章 陈一芝在异乡人里面写他的丧子之痛 语言中道在他的日记里面写了他的二歌 如何因病逝世的临终过程 在这些作品里面 我们都可以看到作者最真诚的情感 最优美的文笔 我们欢迎大家一起来选修正门课 当文学遇上死亡 生死学观照下的古今散文 我们希望给大家的不仅是文学与生死学的知识 还有文学带给人的感动 阅读了这些篇章以后 我们会因为那些感动 更有力量去面对亲人的离世 欢迎大家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